大家好 上次课呢 我们讲了 第三讲的 第六节 3.6节 主要的内容呢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系统这个误差 是吧 稳态误差我们分为 静态误差和动态误差 就这个动态误差 是我们怎么求 有关于这个内容呢 我们给大家就是说 引进这和具体的 这个例题啊 把有关的方法 给大家介绍一遍 这个方法呢 主要就是与两种 特别是对这个动态误差系统法 是吧 一种呢 就是 利用这个 代理系统 第二种呢 常储法 实际上这个常储法 当然应该在 随着这个 变幻地理 法变幻的时候啊 那个流速法当中 我们有时呢 就用到这个 常储法 所以呢 大家应该 有一些印象 常储法 他实际上 他实际上跟我们 平日 所用的这个储法 是一样的 我们平时 取两个数的 数的这个储术 是吧 香 或余术的时候 我们也是这样来求的 所以大家理解起来呢 应该也困难不大 总的来讲 常储法 比这个代理系统法呢 要简单一点 但是对有些情况 也不一定 所以就是 大家呢 根据 各种具体的情况 不一样 而选择 相应的这个方法 这个呢 就有奈于 大家客户啊 平时 多做 这方面的这个实题 是吧 多动手 我们这门课啊 理论方面的东西 比较多一点 数据方面知识 比较多一点 这就要求大家 不光课堂上要理解 而且 还要客户呢 通过 做一定量的这个实题 来巩固 做学的这个知识 就是这样的 如果 大家光 课堂上 听一下 但是呢 客户如果不做的话 一下就忘了 有关这个公司这东西 它是有个不做的 是吧 这个不做 你不能过看 哎 这挺好的我见过 我能做 我会做 但是呢 你如果不做的话 一到考试的时候 你就感觉 心里没底 是吧 是吧 床生时 我们时间很短啊 时间与限 一旦 一个问题当中 一个小 很小一个部分 你如果解决不了 你搞的这道题 你就做不下去了 职业没用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 有这方面这个意识 不能光 看看 哎 我会做了 你会 你看了会做 就代表你真的做起来就会做 眼高手机的这个现象很常见 一定要 就每一道题 特别是那种 典型的这个题 是吧 你自己 做一遍 然后 看 我们给你的这个答案 或者步骤 是不是一样的 如果你发现 哎 一样 那就说明你做对了 如果你发现 哎 不一样 你就要找原因 哎 我在哪一个地方错了 我为什么会是这样的错误 所以这些人 都需要大家 在 做题的过程当中 发现自己的问题 解决 这方面的问题 这是一个逐步提高的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这门课啊 大家可能也意识到了 或者也注意到了 我们主要的 是给大家讲例题 我们有很多例题 是吧 我们讲一个 方法 就要给大家一个例题 目的 就在于 大家好好的能理解 如果我不讲例题的话 我光给你一种公式或者啥 大家肯定也不知道怎么用 我只有通过各种各的这个例题啊 大家呢 就能够很好的 用起来 是吧 就马上就能用了 而且呢 也能够 反馈 反馈过来呢 就是加深对我们所学知识这个理解 这也是例题的好处 所以跟别的那个课程可能不一样 别的课程 有些比如有些课程 它是 让你 了解的一些知识 是吧 可能就不需要做题 哎 你就可能听听了解一下就行了 不理解一下就行了 但是有些课程 它的理论性比较强 是吧 还有些课程是动手 比较强的 实际是比较强的 这些呢 都要求大家 对你的课程比较强的 你就要 哎 知道这公司怎么来的 怎么推导的 你要不会 是吧 然后你要做大量的这个题 巩固 对所学地理的这个理解和医用 就是 对那种时间级别强的 那你就要 哎 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 实验 是吧 来加深 对所学现象 所学概念这个理解 好了 就讲这么多 但是呢 这些话呢 是很有必要的 是吧 我们不光 要给大家介绍这方面这个内容 而且更重要的是 让大家掌握 就是说起到一个主理法材那种 是吧 你会这么个课程你会 以后自己会自学了 但是你以后学别的学生课程的时候 你也能够 做到 一用自如 是吧 所以也要 具备这种 自学的能力 是吧 是吧 要受人 是吧 要受人以余 所以 应该就是说 要掌握这种自学这个方法 对哪些 促成 想要什么的方法 来进行学习 好 我们现在呢 就来看我们第三章的第七节 是吧 三点七 也就最后一个 节的这个内容 我们第三章 现实系统的这个 实力校正 与这个 内容相对应的 我们还有一个内容 就是说 现实系统的这个 频率教证 是吧 那个频率教证实际就是 富裕教证 你有实力 那我就有富裕 你实力有教证 那我们就富裕有教证 所以这两个是有一定的这个关联的 是吧 我们这个富裕教证的这个内容 我们后面 会给大家 陆续的跟大家介绍 现在呢 我们就来 既然我们学习了 实力系统的这个分析方法 是吧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如果 这个系统的这个性能 达不到 我所希望的这个要求 那我们就要采用 教证的这个方法 教证的方法 也有很多 我们现在呢 就是用这个 实力教证方法 来对系统进行教证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 既然 是教证 那这个教证的这个概念 那就是缺一不可了 是吧 教证 教证 究竟是怎么定义的 你要搞清楚 教证 教证 我们就是采用 适当的这个方式 在系统中 加入一些参数 和结构 可调整的这个装置 是吧 这个装置我们称为 教证装置 用于改变系统结构 进一步提高 系统的这个性能 使用系统 满足指备要求 所以这就是教证的这个 第一 从这个第一当中 我们能看得出来 一个比较关键的点是什么呢 就是说 它的这个系统啊 或者教证装置啊 它里面的这个参数 和结构 是可调整的 这个是一个比较关键的点 你比如说 我们的这个 背后对象 它的结构 它的这个有关参数 你是不可调整的 你没法改变它 它已经去地脑了 你改变不了 是吧 所以它就不属于教证装置 我想这个答应应该很清楚 哪些属于教证装置 你就看到里面几个大数 能不能可调 可调的教证装置 不可调的就不属于教证装置 所以呢 这教证一个很关键的点 教证的目标 是什么 是改变系统结构 提高系统性能 这就是教证的这个目标 是吧 使系统满足 有关的这个指标要求 有关的这个指标要求 好了 有了教证的概念以后 我们就要来看 教证的这个方式 是吧 以及有关的这个 系统的这个 结构图 结构图 是吧 这个呢 图呢 就是一个很 典型的 我们 教证系统的这个图 对这个图 我们后面 所有的教证方法 都是在这个图上 结构还是这个图 只是说比如说我这个叫做原件 它里面有个参数怎么来设计 怎么来调整 方法不一样 但是我的整个系统大致这个结构 就是这么一个结构 这不会改的 不会改的 是吧 你不管 对哪种形式教证方法 你只是去 教证这个参数的方法不一样而已 是吧 这个结构是不变的 大家要注意 所以这个图呢 它的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呢 就是把我们 控制系统里面 教证这个结构呢 万万之之的 给你表示出来了 哪个地方属于 我们的背后对象 哪一块属于我们的这个教证原件 是不是 当然 都给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 这张图当中 首先 左边 就是这个给定原件 是吧 给定原件 慕名 顾名思义 它是用来 给定这个输入信号 是吧 这个输入信号 大家要注意 它的值 可能是横值不变的 也有可能是 变化的 这个就是输入 然后呢 与输入相对的肯定 肯定是追踪这个输出 输出 它来自背后对象 这个背后对象 这个背后对象 实际上就代表我们要控制的这个目标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控制这个实义 要转速 我们要控制这个空调的这个温度 那这些就是我们的控制目标 或者控制对象 背后对象 是吧 然后呢 在这个背后对象 前面上面肯定就有个干扰 因为你这个背后对象啊 它实际 运行的这个过程当中 它是有各种干扰存在的 所以它的干扰呢 可能就 使我们这个背后对象 它的强力好像是吧 或者它输出出这个大小啊 发生改变了 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干扰来对 然后呢 输出 它给力量通过这个测量元件 把它反馈到这个 我们这个 比较元件里面来 以使 它跟这个输入信号啊 进行比较 得到我们这个偏差信号 是吧 直接来自输出到 输入来进行比较的 这个我们称为主反馈 这个回路 成为主反馈 是吧 当然 在我一些系统里面 我们知道 除了主反馈 我们还有直不反馈 直不反馈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它的反馈回路 位于我们就是主反馈回路之理 里面的或者外面的 但是 它的比较点 或者比较这个 参数 跟我们 所用的这个 输入 不一样 是吧 它不是像主反馈一样 直接给输入 给 与这个给定元件的输入进行比较 它只是 在一个局部 信号当中 进行比较 连在这个地方 就是局部反馈 是吧 在一个这样子进行比较 背后对象输出 通过这个反馈教制元件 进行局部反馈 进行交证 在这个图当中 我们主要反馈教的元件 我们就叫干扰行 我们有个 前馈教的元件 是吧 你还发出干扰 反馈到前面来 我们就有前馈 这种方式 我们就按干扰补偿 因为你有干扰存在 那我肯定会想一个方法 我在这个地方 我们修一个前馈教的元件 按干扰来进行补偿 是吧 按干扰补偿的方法 它有啥好处呢 它可以把你这个干扰消死掉 是吧 你比如你干扰增大 那我通过这个前馈教的元件 我就使你干扰 别想 反正我给你想抵消 这就是这个按干扰补偿的这个前馈教的元件 然后呢 除了这个按干扰补偿 我们还可以对这个给定输入信号 进行这个按 输入补偿 它也是一个前馈教的元件 大家注意 是吧 你看 直接把输入到这里面来 就是它进行调整 这是按输入进行补偿的这个方式 除了按输入补偿和按干扰补偿以外 我们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补偿 那就是串联交正元件 在这个地方 这个串联交正元件 它是位于我们这个主回路 是吧 它的输入就是我们这个偏差信号 主偏差信号 输出呢 你看 直接就往后面走了 它这个方式 为什么叫串联交正元件 你看 它是跟我们的主系统啊 或者背后追向 或者这个执行元件 它是一个串联的这个方式 我们是它为串联交正元件 这个串联交正元件 这个串联交正元件 是我们 重点 中的重点 我们主要 对它来进行分析和设计 其他的形式 那都是辅助性的处置 所以做这个图我们还能够看出来 颜色为黄色的 浅黄色的 表示 它的这个结构 和参数 是可以改变的 是吧 是吧 它跟我们别的形 别的方法头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它这个黄色表现 诶 都可以改变 所以我们就表示它是一个潜费教程 或者一个教程 环节 或者一个教程装置 好了 我们有了这个图呢 咱们就可以更好的 来给大家介绍一个教程方式 讲的这个教程方式 我们主要 有三种 第一种呢 就是这个串联交正 串联交正 大家注意 是吧 这个方式 我们三位 串联交正 第二种呢 反馈交正 反馈交正 跟我们串联交正的这个区别 是什么呢 我们串联交正 也就是这种交正元件 它是位于我们这个 系统的这个 前向通道的 反馈交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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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位于我们这个反馈通道 所以大家注意 就这个 如果反馈这个回路 那我们利用这个反馈交正元件 它是位于我们这个反馈通道 是吧 相当于一个成长元件一样 这个呢 这个呢 我们称它为反馈交正 是吧 但是这个呢 整个这个呢 我们称它串联交正 两者呢 各有优缺点 所以大家可能会想 既然你们俩都有优缺点 那我们可以 把你们俩复合起来呢 是吧 既成你的优点 克服你的缺点 两个人都把欲联拿出来 缺点都一直掉了 那是不是系统性能更好 这就是我们讲的 符合交正 符合交正 也就是说 在一个系统里面 我既有串联交正 然后呢 我又有反馈交正 这就是我们 有关这个 交正图 是吧 这么多 我给大家介绍这么多 好了 我们首先 就来看反馈交正 既然是反馈交正 那这就是反馈 反馈有哪些好处 我们要注意 实际上我们在平常生活当中 所见到的 各种现象呢 那都是用的这个 反馈的这个 见练和知识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要从数学上 严格的 分析 定义 我这个反馈 是吧 我反馈具体上好的作用 我要类比一下 或者对比一下 一种呢 是与反馈 一种是没反馈 那你这个与反馈的 是不是比我这个与反馈的 没没反馈的 确实要好 好在哪 这就是反馈的作用 这就是反馈的作用 对这个反馈啊 我们就说啊 他有个作用就是说 局部正反馈 可以提高 环路的这个争议 这个点很重要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以前跟大家介绍过 我们一般反馈都是不反馈 但是实际情况下 我们有时反倒要用的正反馈 是吧 这就是这一点所表达的 局部正反馈可以提高环路这个争议 你的环路增益一提高 你这个系统动态性能就好了 但是呢 增益也不能无限直接提高 一般来讲 增益越高 系统越不稳定 但是呢 增益越高 系统的这个动态响应要好 所以这就有个权衡的过程 你只要实施的稳定 然后呢 你要实施动态性能呢 要满足要求 是吧 两个是一个互相矛盾 那这两个目标是矛盾的 那你就肯定去中间位置 所以我们一般 就这个正反馈啊 我们都是用在局部回路当中 我对整个系统 或者整个主回路 我们不采用这个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例子 是吧 这个例子很明显 它就是 一个 产用一个正反馈的这么一个环节 所以我们求它的这个输入输出的这个关系 分S 分S呢 就等于这么多 然后八点画简 是吧 等于这么多 再一画简 画我们标准形 就是TS加E的那种 唯一的那个表达式 是吧 而且等于TPS加E分之K1' 是吧 当然T1'等于等于这么多 K1'呢 又等于这么多 我们能看出来 K1'呢 那就等于E解除K K乘了K2'分之K 这个表达式呢 那是毫无疑问 是大于K 是吧 这个K1'要大于K 我们前面 没有用反馈之前 我们是TS加E分之K 是吧 现在我们用了一个正反馈 发现K1'要大于K 所以环路的这个 更异提高了 然后我们来看时间 TPA等于T 比上E解除K 想KH 那这个呢 小于T的 这个应该也是大于T的 写错了 是吧 因为你都是T比上一个E解KKH 没变嘛 是吧 应该TP应该大于T 还是大于T 这个就错了 是吧 应该大于T 我们呢 不管从 还是 这个表达式我们能看出来 有这么个关系 我们更重要的呢 是可以 求它这个系统的这个响应 是吧 系统的这个单位 响应 什么样的 你看 我们这个红线表示原系统响应 绿原色的现在我们表示反馈后的响应 我们能够发现反馈后的响应 它要比这个原始的这个响应啊 缓入争议是提高了 是吧 争议一提高 我们这个系统性能啊 要好一点 但是呢 就越你稳定 稳定边界呢 就越来越近了 或者不稳定边界呢 你这个不稳定边界应该越来越近了 就越容易才是不稳定了 这是反馈的这个作用 好了 我们讲了这个反馈的这个作用以后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反馈校正 有关这个例子 我们第二呢 就是说系统结构 如这个图所示 是吧 我们现在要求 三个小位 第一小位呢 TT等于0的时候 系统的这个性能 然后第二小位呢 TT升高 再大 那我们就要求 系统的这个 误解 美态误解 TS 接力时间变化区是什么 是吧 我们又取 COS 等于0.707 也就取这个最佳主力比的时候 我们 误解了这个 是吧 TS 等于多少 第三个条件 T升高 增大 RT等于T的时候 ESS 变化区是 是什么 然后呢 或者等于0.707的时候 ESS等于多少 这就是我们 对这个法规造证 它有作用 我们要有一个通过这个立体啊 有一个定性的这个人认识 感性的认识 所以这个图 所以这个图 你看这个地方采用一个直部 副法规 是吧 这个 副法规的它是一个微分环节 它一针 它一针 有个微分的这个增益是KT 是吧 这个KT的 给我们的系统性能 像是吧 影响比较大 好 我们首先就来看一下 KTW0的手 KTW0 那就没有复反规了 是不是 没有复反规 我们可以利用劳斯判斥 判别 我这个系统 它的结构 不稳定 还是说明 我这个KT 它是不能等于0的 是不是 所以我们就来看第二位 KT身高 KT身高 那是代表KT肯定大为0 KT代表0的时候 我们有 我们可以推出 是吧 当KT小为2的时候 KT字部升高 那我们可以推出这个 扩散是升高的 为什么呢 扩散是升高 扩散升高 大家就注意 我们把这个系统 这个 查理函数 把它求出来 因为没生争公式 是吧 把这个化解求出来 求出来 以后 我们呢 就可以 跟我们那个标准的这个形式 比较 是吧 我们对二阶系统 标准的形式 我们有个扩散 是吧 然后KT身高 我们扩散升高 扩散升高 我们也可以推出 这个 无伤 线 是吧 往下无伤线 摆成四个嘛 然后呢 TS接的时间 我们也可以 它等于3.5 比上这个 扩散 Omega A 是吧 和OmegaN 是吧 用这些公式来看 你困难更大 那我们这个 TS 是变小的 无伤线也是变小的 是吧 本身 这个嘛 也是变小的 这个呢 为什么是变小的 那你就要回到 我们前面 给大家讲过的 是吧 二阶系统 有关的这个动态性能 或者是系统系统指标 跟我这个结构 二阶系统有关参数 是个什么这个关系 我们都给 反复强调过的 应该很清楚 是吧 当KTW等为二的时候 我们有 如果KT智识升高 那就 这个 尾态不差线呢 为零了 TS呢 就是升高 这个表示什么呢 因为你知道KT 不停的升高 是吧 一升高的话 我这个二阶系统 它的那个 如果根据这个 波形来变化 它就慢慢就变化 可能就没有 直接就慢慢升 一直低升低升 人家职的就 最近尾态不差了 是吧 没有这个界限了 所以百字四个嘛 属于零的 大家注意 是吧 然后呢 我们又有一个情况 COSA呢 如果等于0.77 KT等于1.414的时候 我们可以推出 百字四个嘛呢 刚好等于百字五 文算不差线 百字五 然后呢TS等于0.495 这下面怎么求的 我想大家应该很清楚了 是吧 我们八化了 就是二阶系统 二阶系统 我们前面 这个二阶系统 一阶系统 那个点心输入形容下 它有 性能指标 那都反复缴过的 我在这里 不再重复了 所以第二 小文 我们就 可以大致得出 这么一个结果 现在我们来看第三小文 首先看TS 是吧 咱们这个 因为第三小文 你要求这个ESS 文算不差 是吧 你要求ESS 那我们就把它 化为标准的这个形式 这个标准形式 我们可以得出 K呢 就等于10 除了这个KT 然后V呢等于1 是吧 这个本来是以后 我们大家可以知道 KT如果 增大的话 那K是 减少的 是不是 就这个系统 ESS 那是等于K分之1 是吧 然后输入如果是斜坡形式的话 RT如果等于T的时候 那ESS等于K分之1 等于10倍的 十分之这个KT 是不是 KT 身高 那我们这个稳态不差 也是增大的 是吧 呢 帮助KT的DM0.707把带起来 把一球 所以呢 这个呢 咋会叫做这个作用 所以它可以 使我这个系统 由不稳定 这也是一个反规很重要的这个作用 你这个反规 你就很难做得到 哎 你市场原先不稳 不稳定的 然后你通过这个反规可以使它稳定 这个很难做得到 这就是反规 这就是反规教证 好了 我们对这个反规教证呢 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个例子 例三 系统这个极构图 以及单位结尾响应 如这个图所示 我们来确定这个参数 KVT 所以这个也很 是吧 很容易理解了 这个WJV响应这个形式 是我们一个典型的 WJV响应这个形式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GS GS等于SV TS加1 分之S加1 是吧 所以通过这个 我们可以知道 KK等于A 代定 V呢是代定的 是不是 我们来看看ESS 本台误差 ESS等于0的 那就ESS等于0 我们可以推出V 是大等于1的 是吧 就是前面我们那个表 因为它输入 对于是这个 跌越小 是吧 也就是IT等于ET的时候 ES等于0 我们可以推出V 是吧 这个积分的这个GSV 它达成V 然后呢 我们就求 有了这个GS 然后有了这个反馈 是吧 我们可以求系统的传递 还是FAS 等于这个求出来 是吧 换一个这个 换一个这个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DF等于T SV加1 加2 SV加1 是吧 V呢 小的Wi 我们现在就来求 系统的这个 W W 每台响应 DFJB的每台响应 是吧 DFJB的每台响应 那就是HC无穷 那是WLIMIT S3 0 S5 FAS2 RS 是不是,你有中值地理,我们可以得出来,我们可以得出H无穷,那是去进10的,是不是,H无穷去进10,那我们可以得出K等于10的,为什么这么说呢? 是吧,把这个SS约掉,那你看,S去0,再等于0了,然后TS再1去0,再等于1了,那分母就变为A了,分子来,那就是,K乘到S加1,也就是K,是不是, K的AA约掉,那就等于K,是吧,现在我们看一下,H无穷,它这个刚刚等于10,那所以把这个SS等于10,那就可以等于10,是吧,这个SS是怎么来的, 然后呢,我们要求这个,利用这个,形状,波形,我们可以得出,它这个地方,未必离出的这个, 鞋律,是吧,这个鞋律,你看,K的AA等于10,那我们就表示,S0,一别,那就等于K0,等于Limit,S无穷,S,分S,是吧, 接着我们这个初次定理,我们把它一化解,我们把这个,这个地方也是等于10,这鞋律刚刚等于10,把等于10,是不是, 这个等于10呢,我们把它一化解,大致呢,我们可以得出这个世主,是吧,这是我们讲的法规教证,当然呢,我就不讲这么多了,是吧,大家自己去琢磨一下,我们可以得出这个每个结论,好了,我们最后呢, 发一点例子,发一点时间,给大家介绍这个,复合教证,复合教证呢,大家注意,它,你看,有对这个,按这个概要输入的,这个JS,进行复合教证,是吧, 也有对这个,IS,对这个,按输入,JS进行教证,是吧,两者都用了,所以我们称复合教证,所以这就要配置几点了,几点,你看,系统结构如这个图,要确定, KKI,配置几点于,nambda12等于,负5加减,J5,这个很简单,是吧,这个你把,因为没生存过,是吧,把系统这个传点按数,求出来,一求就行了,是吧,第二,收集GS,使这个ESSR等于0, 这个也很简单,是吧,然后收集GS,使这个ENT,很等于0,这个,你用我们,求中值基0,一求出来就行了,是吧,我们,这个呢,我们就不求了,是吧,我们直接这个, 结果,结果就这样,K1等于50,K2等于0.18,第二就问了,就是GS等于这个,是吧,第三问了,F,EMS等于ES,比较EMS等于这个,是吧, 我们利用这个EMT1等于0,我们利用这个,那是反变化,是吧,我们可以把这个EMS等于0,确定,JS等于S,是吧,这个也一样, 我们主要的,不管是什么教证,都是应用我们前面所学的这个内容,好了,我们这次课呢,我们就,讲到这里, 实际上这次课也是我们第三章的,整个内容的这个结束,是吧,第三章这么多内容, 我们呢,就不再给大家花多长时间来,复习了,因为我们在,讲每一集的那种, 八天一集的那种,又复习了,实际上我们都已经复习过了,是吧, 主要的还是一个美丽性的这个概念,而每一切不差, 视频矫正等等,这个都很简单,你如果前面的, 理解了的话,后面的,那都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一个结果,是吧, 没有多大的困难,好了,下课。